我們有說林志堅的論文事件 現在是延燒到自家人 北市議員王世堅因為表態支持力挺 台大學論會做出了決定 結果在網路上遭到綠營的側翼批評 他是中共同路人 而另外台商會長徐振文 今天下午就特別跑到議會來說 要送給王世堅一束畫 還有一本書叫做《被討厭的勇氣》 結果王世堅非但不打算收禮 甚至一路都是避著他 而徐振文最後在議會大鬧現場 也被遠景駕走 帶你來看現場畫面 另外王世堅本人也針對在網路上 被批評中共同路人這件事情 來做出回應 帶你來聽 那些側翼網軍他們是認為 只要質疑林志堅就是中共同路人的話 那台大質疑了林志堅的抄襲 所以這句話其實原本是這樣 原本是當時政論節目主持人問我 他說連台大都被指涉為中共同路人 我認為侵犯到台大等於侵犯到我們台灣人 共同的驕傲跟光榮 所以我當然說 如果連台大都是中共同路人的話 那我們大家都去當中共同路人吧 你要先當中共同路人才能反林志堅的話 那你就是逼大家去當中共同路人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情形 將時間鏡頭交換棚內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